奶奶說過,好的玩具一定要爆 玩具TV第五季第七集 我想問這個問題,為什麼是奶奶? 是,因為是奶奶 大家可以看回台頭,今次要爆的是什麼? SHF珍骨雕 Final Form Hyper Caputo 好厲害,你可以說得完 這個本身是說拉打的設計來說 我對 Caputo是挺喜歡的 雖然,我也覺得它的Final Form 沒有正常的Rider Form 但在Final Form來說算不錯 其實這個系列一出的時候 珍骨雕已經口鼻很好 我記得正常狀態一出的時候 已經是炒了 再出現這個限定版 即是黑黃的版本 即是反轉,邪惡的 哦,那個反而是我第一隻珍骨雕 哦,那個反而是第一隻 其實初初出珍骨雕 我沒有記錯是響鬼 響鬼 響鬼 QC差得 所以我沒有買 我到現在都沒有買 因為我知道HIGH 那隻是W W也是差的 不過我上次 我記得爆玩具有介紹過 Dick那隻 它那隻是完美的 對,我沒有試過見完美的 幸運 所以這就是幸運 我們這些黑慣的 對 所以都不敢買這些貴的 五百多元一隻都不是便宜 你現在五百多元都未必買得到 我明天才送 明天才送 明天才送 好,那講到這個Final Form 一貫蒙面超人的系列 都一定在裝備上 是下了很多苦共的 那我們先看看裝備 因為其實都說多一點 你見到真骨雕 或者拉打 很少可 是有這麼多件的 這個都算是 數一數以來多件 所以是值得玩的 真的剛剛爆 你看到這些膠 都還沒有拆 那你只看它這樣包 你已經看到它整把件分 分得很多 而且很仔細 上色都上得很漂亮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其實本身SHF 很多那些工具 你前面就跨了 後面就少 是啊 簡直沒有上色 一塊黑膠件都敢死 這次鎮骨雕 放心 就是 有功課交給大家 好 先看看劍 只是劍 說真的 它真的跟回 沿著 那些線位 紅線那條 還要打斜上 還要 不是容易 這裡還有一點藍色 嘩 其實真的很細細 這個固然之是 再看看 sorry 提多一點 你看看 它的switch 紅黃藍紙齊張 齊張 齊蝶SETA 蠍子SETA 黃蜂SETA 那些color 真的好漂亮 有位師兄說 千萬不要插蠍子 這把劍 哦 即是不要插上去 那我要馬上試試 不要說不定 一半 因為什麼原因呢 韋師兄 可不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 他說拿不出來的 哦 可以了 我明白 最重要就是 這個 好 先摺上去 摺上去的蝶子 是 然後我就把它 這裡有一個套位 對 來 來 合體的 可以嗎 再拿不出來 嘗嘗 好 我們見證著這個時代 阿迪正在看直播 他已經不專心 他不專心 你不知道什麼事 可以嗎 插了 這東西不是你的嗎 一會再研究 很難拔出來 有這樣的事嗎 有這樣的事嗎 沒有理由的 剛剛才插完 對呀 沒事呀 不過沒有拔出來的 同一時間 就把蜻蜓 蜻蜓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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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千萬不要拔你的蜜蜓版 太遲了 你早點說 對呀 這個反而有點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真的有點鬆 Anyway 不要緊 我插錯了 不是有點鬆 好 加上這個 Zabi設定 看看這個 Zabi設定 這個是可動的 嘩 其實如果沒有記錯 真骨丁 真是響朵 也不是剛才說 這個響鬼 就是這個 卡布托 他的一出 原因 就是他這隻 腹眼 他這隻腹眼 一出的時候 真的震撼 震撼13億人 OK 他有少許放大 對呀 他的弧度 他的上色 再加上那個 質感 是做到有層次之餘 你的光的透度 你都覺得很好的 很真的 是啊 有吐槽少少 Nel哥 我這隻沒事 沒有毛 OK QC不錯 不要說毛 可以嗎 一會再說 說毛 當我們幾隻而已 對呀 OK 看看這個 HIPERFORM的必殺絕技 嘩 是有蠍子的 是有蠍子的 大家師兄可能在家裡不敢插蠍子 拿來插給你看 對呀 我也覺得看你的手勢 不是 掉了我們 看你的手勢 哈哈 我看到物主滴了 哇 你不用說我不是太少 我疼著玩 他銅孔放大 對呀 很漂亮 很細緻 他每一件件都很細緻 另外再說一說 譬如黃蜂美喉針果的位置 其實全部都沒有出界 灰色 銀色 金色 灰色 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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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眼睛 我其實剛才你 哪個眼睛 你看到 你講Sabi 其實我剛剛也想吐槽說回這個蠍子 一樣是銀色 紅色 紫色 很銀色 很漂亮 邊位很實在 是 很實在 都不差再說 青庭 Sector Dragonvine 都不用說了 自己看 你本身透明件也有很多黑線 就跟著 完全是將大的DX縮小版 這個其實重點都是在旁邊看 你看到它的坑紋 都已經技術超過滲線的功力 然後再看青庭的架位 藍色那一點 其實真的欺負到好處 大家都是農曆新年 那段時間做 為什麼Wing 又這麼壞 這隻就這麼好 我想這些可能再早一點 只不過派得慢 又吐槽 一會兒說Wing 多話說 可以變射擊模式 是呀 屈它下去 好 打開劍 就這樣屈就可以了 就這樣屈就可以了 對呀 就這樣屈就可以了 又跌了 喂 是不是這隻不一樣 這隻是插不緊的 打開了 Yeah 那你問我 有時插不緊和這個太實比 我能夠選擇什麼 太實了 夢面超人系列 其實由W之前都已經開始 每做一個安裝抽插的過程都會有聲音 是 它這個是如何的呢 你自己的聲音是 譬如你撿描 你插一隻手指 會有聲音 那樣東西 我自己覺得 你玩的時候 你自己加上去 效果會更佳 是 左右握槍 一不做二不休 可以Close up一下 好 到 人形裡面看 其實 第一件事 如果你是拉打迷 一定會玩它的腰帶 這個腰帶 只是打開給你看 它裏面這隻甲蟲 看得到 看得到 好漂亮 痴肝 師兄說 一件藝術品 都不止藝術 都接近 都接近 當然藝術品的要求高一點 但這件的質素真的不錯 QC也好 可動也好 都有幾高的分數 希望我一隻都英俊 好 如果有看開作品 它這裏 就直接打開 翻出來 不然再變成這個 超必殺技的形狀 對 這裏準備好了 好 好想說 時間關係 但是不行 咦 這個是腳 手 對 對手 它的筍位不同 不會左右攪亂 這樣就 可以的 但也不容易安裝 這個用力就可以了 不用擔心 哎呀 我終於找到 先人看過來 用力就可以 終於找到 有一點 設定位 對 終於找到了 對 這個 這個 紅色上的時候 有些白位 哈哈 外側而已 這個 壞東西 我想做一些效果 謝謝 OK 好 手搞定了 到腳 本身要換的地方就是 背部 胸口 手 腳 如果說 加上這個特效件 真是精髓 哇 你這麽快穿了 我還想著 那些殺技出那一剎就推它出來 既然我這麽辛苦 弄了槍形態 當然 不差再弄了B殺技 對 我發現原來用盲力 是很快做得到 真的可以用盲力 這麽好似去Svatsky馬的水晶 那麽漂亮 很漂亮 雷射面 嘩 真是正到震 動一動 嘩 是不是覺得好像 在帶著全世界的廣告一樣呢 不要拍到那些手毛 好了 紫囊在這裏很努力地 插一些 超Hyperform的改件 其實 如果大家有看開 Caputo 他第一次出Hyperform 是金銀銅的 是一個 拉打 那一集出的 那裏 即是 打了金銀銅的 那個Hyperform 終於成功地 變成了這個Hyperform 其實有些少許遺憾 就著Caputo的劇情 前段 我真是追得很開心 完全是無懈可擊的 但是一開始講這個 暗黑烹飪大賽 整套東西 180度轉到 嘩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人物角色 完全扭曲 你的地獄兄弟 搞什麼 另外神代劍 原本就是 設定他 是一個多強的 敵對角色 然後變成小丑 嘩 整件事 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結果就變成了一套 很難的 難片 哎 真是算把 但是他開頭 其實開得很好 有一個組織 他開發這個 Rider System 再對抗WARM 但是 竟然 可以之後 寫得這麼難 我想 拉打劇來說 只是數一數二 為什麼我會這麼憤怒 因為他開頭 開頭就太好看了 還有他沒有辦法 打破一個宿命 就是 造型上是OK的 劇盤通常都中伏 最慘的是 他頭二十集 寫得很好 我用很好來形容 這裡有兩點 要講一講 就是 當你變成Hyperform 出必殺的時候 這塊甲 聖衣要打開 就發現 原來很容易 會跟肩膀頂住 變成你一動的時候 就變成了 推翻這塊甲出來 變成要小心 而且很容易刮花 對 花這才是重點 你花紅色又明顯 銀色還死 對 又是大件事 但是 原來後面 你插到翼 又要換另外一件 很厲害的 變相 這個情況 其實手的可動就大減了 變相 可能放一些fixed pose 就不動 就會好些 就好像聖鬥士 星矢他們裝的一套 夾在身前後 頂住了一樣 但是 換了這個 就加厚了 距離高了 因為換了 它的軸是長了 對 就方便你 插回 就是送你一對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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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要把翼子插上去 再把翼子插上去 都可以 這一邊是左邊 咦 不是的 這樣插 這樣插 應該是這邊 插了才插那個 對 要插了才插那個 要插了才插那個 對 對 要插了才插那個 要插了翼子再插背 如果不是插翼子 難飛 大佬 你看到 本身 未開甲的時候 它的位置很薄 但一開了甲 它就墊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墊厚了的情況 才可以把筍位套得剛剛好 但也因為墊高了 你看到它的波階 那個位置 其實就不算太完整地 可以把筍位套得全部吸進去 所以就會形成有少少容易甩的情況出現 好 兩大超必殺技之一 嘩 這個根本就是V Gundam那對 光之翼 光之翼 那隻翼子應該噴到銀石 是 珍珠 如果只是透明膠 沒理由這麼閃 要稱讚它 為什麼它 應該是大陸製造的 有什麼不是大陸製造的 它噴了有幻彩 我想它是不是 因為日本 它們有些 魔光漆 啤件 是在啤的過程裏面 啤了不同的顏色 一排裡面有顏色 我想它是不是用那種料 和帽子技術去做到這個效果出來 但是色粉應該很難混合得到 對 這個應該是噴 這個有點像 它之前超時空出過那些飛機 幻彩 食的 噢 就是那種油 不過它加上它 它這個東西 本身有個浮雕 所以看上去 會比較特別 或者它可能噴的時候 又用了其他手段 挺相信有色 我也想試一下做這些幻彩 試一下 要找到對的題材 不是的 可以試的嗎 對 指龍不叫拉身體出來 好啊 OK 不如我們做一個香港超人吧 有啦 有啦 OK的 已經有啦 是呀 我們做一個新界超人九龍超人 其實開出已經有一對 團體了 香港製造 香港製造 那個造型 OK 劍科沒有不搞了 那麼 哇 只是這個也殺了 大哥 哇 消防員 好 希望都保持到這個質素 給我們一些好東西 玩一下 因為最近 SHF 真骨丁的質素 都OK 雖然Eternal 我就買了三隻 我才選擇一隻正常的 但是怎樣也好 有愛就入了 好 好 林完傑之前 都給大家看一下 前後左右 雖然剛才我自轉一周的時候 它掉了下來 哈哈 但是你看 它就算背脊 背甲打開了 裡面也不麻糊 它裡面也有兩層 有一層金屬色 有另外一層黃的金色 金屬色是同的顏色 所以有兩層的層次感就出了很多 對 還有它的反光位置做得很漂亮 我真的沒有看過這套劇 都覺得挺漂亮 我也是喜歡這個Kaboto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它第一個造型 每個人都覺得肥仔很噁心 很害怕 不過不要緊 其實在剛剛推出的時候 都已經推出了這個設定套 對 RIDER造型 和甲造型 所以變成都OK 今集玩到這裡 我們接下來先上主菜 嘩 這裡有三個苦主 一個苦主拿著機 對 苦主一會下場 兩個苦主正在穿西裝 對 講明的是我們鐵三角 對 我都不完全不明白 唉 留一口氣 我們集氣 我們集氣 對 待會見 Wing Gundam Zero EW 小心有粗口 聽到